观众朋友们 我是深深 这里是新孝林 我身边的这一位 就是著名的喜剧明星 王远虎 打个招呼 今天远虎来到这里 是要有一个任务交给你完成 有任务 什么任务 任务很简单 你看这几个道具 气球 几个 然后有一个针 当然了 还有50块钱 你这个任务很简单 就是你需要在行人过程当中 你找到五个行人 帮你吹五个气球就可以了 就吹气球 对啊 那不简单吗 这简单 那你吹吧 你是第一次来逛奥特埃斯吗 是 那你先去 那你能帮我个忙吗 我想吹一个气球 但是我这嗓子现在特别不舒服 你能帮我吹一个吗 可以 你就好像你嘴有点毛病 还是吹不了了 然后求得你两个小女孩 给你帮个忙 那个 麻烦人件事 我 妹妹你往上 我干啥呀 我不是 我不是精神病 我说那个 你过来 没事 没事 你过来 我求人件事 是这样 我不行 你说干啥这是 我女朋友 偷偷在旁边一个地儿 但是我想给她推个 我想 我想 你往那边来 我想给她推个 她在那里边躲着 在什么 我想给她推个气球 你给她推吗 我突然会 我现在嗓子现在起了个大火阶子 我推不来 你能往我推一下 然后 我也不会推这玩意 你找名推吧 我没有别的字 谁给我出嘴不好事 我感觉现在真相配音不好 不是嘴不好 是脑子不好 哥 挂上掌呢 挂什么 那个 麻烦您个事吧哥 没事 吹个气球行吧 就是我们有一个活动 您可以吹一个不 哥就这样就 我跟她找了十几个人了 都说有事 都说忙 什么意思 就吹个气球的事 你说 整了半天 整了 好了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这来了一大哥 大哥 您是在逛阿特莱斯是吧 您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帮我吹一个气球行不行 咱都大老爷们东北的 就吹一个气球大哥 也不费事 你就一会儿功夫大哥 大哥 我求你了 大哥 不好意思 现在飞女友逛街吗 我们现在就有个活动 您可以帮我买一下 这位大哥 一看忠后老师 应该容易被输 我可以帮你玩 其实很简单 就是吹气球 一人两个 没有问题 准备 准备 太个玩笑 小伙 我们再次降临难度 你再找最后一个人 最后一个人把气球推下来就行 你好 您在逛街吗 你看我身后 后面有几个人 那是我哥们 他们现在在给我 我跟他们打了一个赌 他们说如果 我可以请您帮我把这个气球吹起来 你别看他们 你别看他们 他们如果请 如果我能请找一个人帮我把气球吹起来 他们会请我吃顿大餐 我有什么好处啊 你也可以一起学 你也可以一起学 那来 祝福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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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把它记一下吗 准备抓破的 记一下 我们小年轻人不就干那些事吗 来 你把气球给我吧 你多冷逼啊 就就就在睡 一个一个一个 楼上都看着呢 楼上都看着呢 你可想要不然今天晚上这顿饭没找到 没事呗 这时候不好吹 不动你不动你 先鼓励一下 他吹得稍微好 他眼神是特别好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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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哲你们再玩 咱们早饭 你们卖货也不上班呢 卖货 上班不是吗 我其实是这儿的员工 但是他们在 行 这个你可以给我了 给我了 哎呀